你好 我是小雨 现在的小雨 欢迎来到小雨频道 每周与您分享一个小提示 让你的贷款之路更加成功 在上一期节目里面 我们聊到了银行给1%现金返还这么一个活动 那么我们谈到了可以通过refinance来实现 同时refinance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意外的好处 比如说我们可以延长止环息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来增加我们再贷款能力 还有就是可以有更好的贷款产品 让我们更节省利息更加灵活 今天的小雨接着跟大家聊一下其他三点的好处 让咱们有个全面的了解 今天哪三点呢 第一个就是来减少你的利息 那么虽然说主流银行的利息都差不多 但是有一些小的银行它的利息还真的不错 所以说呢借这个机会 如果能拿到很不错的利息 一年也为你省下很多的钱 所以呢借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好好对你的贷款进行这个提借 看一下是否适合有一些贷款去到小银行来接什么利息 第二点呢就是 这个来提高咱们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贷款的整体和结构 那么很多这个优质的客人 往往在以前的贷款当中呢 自己直接去银行 甚至同一个银行不断的在贷款 有好几个房子在同一个银行 那么这个有很多的弊端 那么借这个refinance机会啊 我们可以啊重新审核一下你现在贷款情况 最好呢把你的房子呢分成不同的这个银行 这样的好处呢有几点 第一个呢就是让你有更大的灵活性 比如说这个您就去一个贷款 去一个银行贷款 那么这个银行啊这个政策呀利息呀 你都得听他的啊 那么如果你分开银行的话呢 比如说你有A银行和B银行都有贷款 那么A银行不行咱们可以是B银行 好那不至于说就在一颗树上吊死 是吧 再一个呢我们发现很多客人买的房子 尤其是早的时候呢 现在房产增值了很多 如果你现在收入允许的情况下呢 其实有很多房子呢都不必要再给银行做抵押了 那我们从银行解除抵押之后呢 不但是一个资产保护 比如说把我们自作房拿出来 不再给银行做抵押 万一出什么事 咱自作房也能保得住 是吧 没有什么影响 第二个呢 可能这个啊这个 把它解除之后呢 再拿去之后 重新做抵押 再去贷款啊 而不受限于你现在的银行 所以呢 把它这个分开银行 甚至把一些房产呢 解除抵押 非常有帮助啊 保护资产同时有灵活性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就是解除啊 这个互相担保 比如说你在一个银行 你的自作房呢 呃 在这个银行 投资房也在银行 自作房呢 是在一个信托名项 投资房在LTC的名项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这么一个呃 呃 贷款呃 这个呃 ownership吧 那如果说在一起的话 您家庭信托和你这个LTC公司呢 其实就是互相担保 如果LTC下面的投资房贷款出现任何问题 咱们信托下面的自住房呢 同时也会受到影响 那么这样的话呢 呃 让我们这个资产其实就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保护了 那么也就失去了 其实当时我们做信托的一个最初目的 所以说呢 今天呢 小雨在这里啊 跟大家又聊了另外三点 为什么啊 我们可以这个借这个现金返还的这么一个优惠活动 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贷款 我们可以通过refinance啊 来提高我们的这些贷款结构啊 来帮助我们节省利息啊 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和灵活性 希望呢 今天这些视频呢 对大家呢 能够啊 这个 有一些启发 如果您自己啊 这个不太清楚自己该怎么去做呢 那么也欢迎您啊 这个联系啊 小雨心态的团队 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 为您做出啊 两体裁医的这么一个方案 最后呢 小雨在这里啊 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refinance 啊 这个原因呢 有很多 那么如果我们再说下去的话 呃 这个会时间比较久啊 但是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这个 还是要看你现在的一个贷款情况 和你接下来的目标 所以说呢 非常重要 你找一个专业负责的这么一个 呃 带会顾问来帮你做一个啊 审查 来啊 给您提一些这个啊 建议 看看到底值不值得这么去做 好的 谢谢您的收看啊 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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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